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一点秘密 我居然不在 现在我发现嘉宾们之间也按通款曲 但是你们俩在一块至少从桌面上看 也是反映了当前的一个艺术的特征 跨界 你看曹老师是研究艺术史的 我们小木是研究琴瑟文化的 我看现在你已经跨到政界了 选议员的事现在宣传的怎么样 还有两年 两年以后再继续 上次得了一千零十八票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下次已经准备了四年 就差那么三百多票 所以这个问题 但是你的选民要有赖于 这个歌舞伎厅从业人员的增加 没错 你的票才能多 是 牛郎之女们支持我 所以 今天我觉得我挺想 今天你们俩能碰撞出什么火花来 我觉得这个话题 很有意思 首先说 现在有些明星 有些业余爱好 我觉得真是个好事 你像有的明星 我发现是美食家 自己家里弄一厨房 一方面 可以招待四方的来宾 真的 我现在 我发现做得一手好菜 本身就是一个社交的优势 大家就愿意到他们家去 我现在在圈里发现很多人都是 有这样 到最后他还把它商业化 我把我们家的厨房还能做成一个品牌 对吧 我这样说什么呢 但是也有出事的 这个这两天呢 姓黄的就出事了 黄磊老师挺可爱的 也好吃 所以呢 据说是他开了这么一个叫黄小厨的 这么一个市集 跟饮食有关吧 但是呢 他们搞的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有一家公关公司 怼他们 就是说啊 你们涉嫌这个剽窃了我们的创意 但这种剽窃啊 我不知道曹老师熟悉不熟悉这种情况 他们现在业界有一个词叫笔稿 笔稿 就笔 就比如说我明天要搞一个活动 你公关公司啊 你出个方案 但是那我选你还是选他呢 不得已 两方面都得拿稿来 我们来评一评 评完了呢 当然是根据这家公关公司发文 他们所控诉的 就是说这个黄小厨啊 涉嫌就是说啊 我不采纳你的 但是呢 你的方案能不能给我一个copy 结果呢 最后这家公关公司就在网上发文投诉了 你们可以比一比 据他们说呢 就是呃 你看 就是黄小厨实际采纳的方案 和他们那天笔稿的时候拿出来的方案 你看 很类似 哎 他们就说呃 我们认为你们这个是涉嫌呃 剽窃了我们 然后呢 就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吧 呃 提出了他们的 抗议 你看 这是这个 种种就觉得呃 见过像的 没见过这么像的啊 当然了 这个大家也说这个好像黄磊本人这个反应还是不错的 也也比较呃有风度 就是首先表示就是我自己不知情 我个人不知情 呃 再一个呢 摆出了一个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啊 如果是真的有了有有有有错该认错就认错等等 就是这两天刷屏咱就不细说了 但是呢 小木你怎么很阴险的点点头 什么意思 因为我也认识黄磊嘛 哦 所以呢 你今天说的话我可以认为是有有立场的吗 不是 其实在这种就是剽窃也好 或是盗版也好 在全世界都有 我举个例子 日本最大的一个剽窃是什么呢 就是东京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那徽标啊 是剽窃了一个 英国的英国的一个不太殖民 的一个设计师的 结果日本呢 花了好几亿把东京都做出来了 后来发现就诚恳的盗窃 把全部毁掉 重新在全国争计这个汇标 东京奥运会的汇标 就是说不管是在中国也好 哪不是在那么先进的 那么讲这种 就是版权意识的 日本也会有存在这种问题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如果说把 只要他黄磊已经赔礼道歉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没必要太多的来来讲这些 本身一看就太像了 你小孩子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小默说的还没有偏向黄磊 但是我曹老师我发现他永远这个目光独具 这家伙行真啊 你有一首 你的看法 给大家值得说一下 如果黄磊已经征集稿子 他的公司已经征集了这些稿子 同时他也比过稿子了 还有这么高的相似度 我觉得不是偶然的 就是如果像你说的日本这个情况 他是不知情 因为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不明设计师 这个是我送来的稿子 你改也稍微改的 改头画面改的大一点 这种高度相似的情况 所以我想应该是不是偶然的 我想可能会不会是另一种炒作手法 我特别在来的路上查了一下 ANA Communications 这是发文指责公关公司 我查了一下 我还特别问了一下 咱们这儿编导 是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 我没查到 美国有 它是电话公司 手机公司 英国有 美国有好几家都叫ANA Communication 中国没有 因为它不可能用英文来注册 印度有 德里也有 可是中国没有这么一个注册的公司 所以这个公司本身没有说明他是谁 是什么人 他是很抽象 很含糊的一个形象 他也没有律师在里面 然后黄磊的回复 那种感觉好像 其实如果一个公司 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剽窃案件 或者是 或者是叫抄袭 请权 这是直接请权 从法律上来说 这是知识产权法 这是直接请权 明知而且还是乙家和乙方 这种请权是比较 算在美国 就是在中国 可以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判刑 还有罚款 所以这个不是轻而易举 就随便犯的错误 曹老师 你这一阵都分不清 是扎原告 扎被告 我的天哪 你暗示什么呢 你暗示这个公司有问题 我暗示这个公司不存在 那不存在 谁 他的 谁清了他的权呢 这个公司 很可能 就叫 叫 叫怎么说呢 黄小厨自己 怼自己 或者是我路上想的 就叫他 反向炒作 反向炒作 哎呦 曹老师 您真是研究这个虚构艺术 这玩意儿能拍电影 这个够 不过 这说明你确实了解中国国情了 你说的这个 我不能说黄小厨是 这是这个事 但是您说的这个事 在中国的业界 真的是各种炒作手段啊 这也是一种 就是反向炒作 有的时候 自己找人 黑自己 也有的 也有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 人家黄小厨就是这么干 但是您当然有权利怀疑 是吧 问题是这个 这个设计公司 就没有任何痕迹 在网络上 哦 天呐 要是这样的话 那可够阴的 但是他现在问题已经出来的 对吧 出来以后 当然给 给大家证明的一个看法 就比方说我的书 现在在 满满 网络上全部是 全部是盗版的 甚至拿 拿过来让我先 就早两天 我在一个 搞一个活动 拿过来 假的 但是没办法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本身 我们的管理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正版 应该是怎么样去提倡 出版社不管你 他出版一到 他就不管你 随便你网络上 我在国外 我哪每天在追你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形成一种 大家觉得 反正到道也无所谓 反正吵一吵也无所谓 随便你整个是乱的 你看刚才那些突变 你小孩都能看得出 那是个假的 对吧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这种感觉 所以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所以您刚才讲的 反向炒作也好 政变炒作也好 反正只要能搞出人气来 不像我们文涛哥的话 搞一个节目 讲了二十年 每天还看这个节目 还看资料 怎么能出名 他们都想出名 就是这样的 这其实是一个 很不好的一种 从这个大的 大的那个环境来看 就中国没有把它 真的大家 从道德上面看这个问题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但是你要说道德 感觉你来自一个 挺讲这个道德的国家似的 但是小木 我给你叫个板 你要说这个复制 这种什么抄袭 过去我们得到一个印象 日本在这方面 才能够牛呢 是啊 对啊 所以我给你看段视频 我给你 这个来自日本的 你看看 好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们就觉得挺有意思了 现在大家都在讲是中国版权意识不强 老是侵权盗版这种事情国际上都有名了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日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日本也是跟着美国来的 当全世界有个普世家子都说要版权意识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 所以你看刚才放的那些片子也好 日本有模仿的 特别是文字也是啊 你看他的文字里面 他们没有不讲英文的 讲的外来语 外来语是法国的 德国的 英国的 美国的语言 变成他的语言 你能说他侵权吗 那发音要跟你差不多 他是日本 但是他改良了 所以好多东西可以搬过来 我们学校 你到过那个新树 有个很高的一个建筑 那叫Togamoto 有五十多层都高 一看就是个树的 然后你到了北京 看那个首顿鸟巢 那是倒下来的我们的学校 我们学校先盖啊 我不能说鸟巢是剽窃了我们 但在建筑上和文化上 你可以吸收到很多东西 看上去像 但是也不是 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发展 这个曹老师 你对剽窃这个词 怎么看 就好像在文化 在艺术上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争议的话题 从知识产权法上 剽窃或者是抄袭 或者是侵权 其实很难界定 美国就为这个立了 很细致的法律 甚至包括观念差不多的 只要比较出来 大体差不多的 都算你侵权 可是呢 美国也承认 还有很多东西 是无法定到法律里面的 没办法确定 比如说今天咱们俩聊天 上电视了 你说的话 我直接在别的地方用了 你可以算我请权 但是我们俩私下聊天 我把你的意思用了 你说了好几遍 但是我写到我书里了 你没有证据 怎么办 但是艺术上还有一个挺起 尤其是现代艺术 你比如说 咱们就很有名知道 那个杜尚 他杜尚呢 他拿一个小便池 那不是他自己的生产的吗 他拿一个小便池 作为他 这是我的现成品 我的艺术品 包括你看美国的那个 安迪沃侯 那个艺术家 那我要拿一堆罐头 罐 就直接 这就是我的作品 那这个又算是创意呢 还算是什么复制 这是这侵犯什么吗 这个是创意 应该不侵犯任何人 小便池 它是功能性的东西 是一个有用途的东西 当杜尚把它拿到博物馆 这个环境里 同时上面签了它的名字 还写了日期 于是他把它转换成一个艺术品 它叫现成品 现成的东西转换成艺术品 有个理论就叫做 不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艺术品 而是它所处的空间 是不是艺术品 比如说 汉代的一个夜壶 在汉代是一个小便壶 对对对 今天我们放到博物馆里面 那壶子 对 咱们叫壶子 是是是 这实际是中间有一个时间 改变了用途 改变了用途 它把它的功能剪掉了 变成了一种纯观赏的 变成了一种观念性的东西 那安迪沃侯也是这样 本来这个汤 一罐一罐的汤是喝的 它把它放在那去展现了一个工业化的 叫什么 英文叫 美学吧 不是叫美学 就是工业化产品 工业化的这种高速度 同样的同类型的产品 大量复制 它用这种展示了工业时期的大量复制 那么甚至它的艺术品 用丝网丝网音 用各种手法 它也就是在描述一个工业时期的大量复制时代 实际它谈的是一个艺术观念 所以不能算请权 那个汤的公司 无法去起诉它 我不过是拿你作为一个例子而已 所以你看这艺术上又是另一种理论了 另一种讲究 但是小牧你说日本今天的日本 因为咱们知道日本是以模仿成名的 是吧 那今天的日本 它对于这个知识产权 这个法规是不是基本上跟西方一个系统 而且要求相当严格 没错 同步的 特别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日本的音乐 做了很多音乐歌曲 所以任何一部电视剧 任何一部 只要用到音乐 包括卡拉OK 唱的 你都要交钱的 要通过它的同意的 还有就是明星 所以它在日本买 买碟是最好卖的 中国的都是盗版碟 所以它跟美国跟西方国是同步 还有书 你看日本现在 它的直媒体是全世界发现的最好的 是它的书啊 包括这些杂志啊 哪一个杂志 包括记者 他也发现有记者 盗用了共同同情社的消息 没有写它的名字 那是丑闻啊 对对对 所以咱们几个 咱们几个概念要分清楚 他们一说日本抄袭大国 像刚才咱们放的那些 其实那是历史上的某个阶段 对 日本全面模仿西方 对吧 但是实际以我的认知啊 现在日本它这个版权意识是非常强 知识产权非常强 不强的确实是咱们这个祖国 就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像4月26号 你还别说就是4月26号 就是世界版权日 什么版权 你看他有个口号叫创新改变生活 咱们这个中国的总理不也提出来吗 要搞中国创造 不要是中国复制啊 不要中国由中国创造 由中国制造 我们应该往这个中国创造那去奔 但是哎 曹老师 你觉不觉得就是中国人太喜欢走捷径了 其实不是中国人 我觉得是世界所有的人都喜欢走捷径 因为有法律约束着 所以日本人不走了 美国人 比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遇到一件作品 我想放在我的文章里面出版 老师就说 你得找一张没有版权保护的 是中国的作品 我说到哪去找 他说很简单 1990年中国才加入世界版权组织 你只要找1990年以前 中国出版的书 你随便用 这是 这是就在美国汉学界 大家都知道的 1990年以前 中国的一切出版物上的图啊什么 你可以随便用 这不也是捷径吗 他尊重的是法律 你要用道德来约束这个道德 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是伊斯兰的道德呢 还是基督教的道德 还是天主教的道德 还是孔夫子的道德 他不能没有一个共同的 共同分享的道德观 所以只能用各种各样的法律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我曾经很相信这个法律 可是我现在觉得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面前啊 单讲法律好像也还不够 因为你讲法律 他就要钻法律的空子 他就是哎 我啊给你呃这个法律规定 你说我算侵权 所以在中国你知道有些产品呢 就让人觉得很恶心 你比如说手机 对吧 是人家苹果公司也不能告你 就是严格按法律上来说 我不能说您就是剽窃了我的 但是你知道这就像今天说的一个词 就是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谁都知道你是什么 当然你你绕过了一个法律的圈套 你你你你你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呢 怎么你做的那东西就那么让人恶心呢 就让人觉得你谁都知道 你就是抄人家的吗 可是文涛 我觉得你形容的正好是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律师业界有一句话 就是你不光要记住这个法律条文 更重要的是要记住法律条文 没有写清楚的这个灰色地带 那是律师真正要找的 找着一个缝隙把它撑大 你看你能撑多大 那是律师行业里面高手和低手的较量之处 我觉得还是还是一个 不管是美国人也好 是中国日本也好 我觉得还是个道德标准的问题 人格的问题品性的问题 不管你是产品也好 文艺作品也好 剽窃盗窃都是道德上有问题 真的日本这些年 对这些出版物或者是 每天基本上经常都会有 说中国基地猫 北京郊区有一个造的一个公园 一个主题公园 用的基地猫根本就没通过日本的同意 但日本的东京都内有一个帝国大厂 那是通过人家同意的 买了版权 他也造个帝国大厂 没关系 东京有的 就在新书社长旁边一个红红的 美国纽约那个帝国大厂 那你通过人家同意 人家也高兴跟人家版权费 对吧 请人家来一起来造这个 那你在我们的首都旁边搞这些东西 还很多注册什么 什么 比方说小木什么服装啊 完全跟日本一样的 你说你没有在这里注册 那我就先注册了 我觉得是一种道德意识 现在咱们这很多商家 他是有便宜就占 还是那么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同意曹老师的 就是当然这知识产权呢 法律和制度是最根本的 但是呢 在这个之外啊 我有时候也觉得 我现在从这个林林总总的 这个现象当中啊 我就觉得有个自尊心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有没有尊严 就是这个咱们经常讲啊 就在中国 当然是不是因为多年来 我们没有尊严 所以搞的呢 大家都不拿尊严当回事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说的是什么自尊心呢 我一直记得20年前 我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公司 我碰见一个香港同事 好像有点娘啊 可能是一个gay是吧 那小伙子我到他那个办公室的格子里看 哎呀 我发现他的圆珠笔 上面弄着一个小动物的头 他的前面贴着一个什么 他的任何一个用具都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你这个挺有意思 哎 他就很得意 他说你看我啊 任何一个东西都能表现出 我与众不同的创意 我就 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 咱们的很多学人呀 哪怕是盗版的人呢 我就觉得这种啊 日本你看讲尺感文化 是不是你没点 就是有没有点自尊心 对 比方说啊 你可以 我不说别的 你可以抄人家美国的一个访谈节目 哎 抄到连沙发都一样 我就说你 你稍微想一想 你就他一顶一顶脑子 已经不愿意废了 就是说 你换把椅子行吗 不 人家什么桌子 我也什么桌子 人 就是这种抄啊 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说这个民族没有什么自尊心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完全的哎呃你而且这种在在自己自创个品牌要付出很大代价对吧 然后你做火了吧 你弄弄个枪枪三人行吧 是吧哎呦我来个滔滔三人行就我就觉得这个做人已经到了一种没有任何自尊心的这种程度啊这个我就完全同意这个品牌今天你就时髦说的是品牌绑架品牌绑架就是说哎您要做火了一个什么呀 我跟您呐就差一个字对哎呃能蒙多少是多少我就觉得有时候说你你你你这这是甚至有时候说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民族啊从小就讲这个集体主义不讲这个个性就是说跟别人一样没人觉得笑话你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经常反而被别人笑话你你要跟这个我就是走捷径走捷径自己不去呃投更多的时间也是投资的啊包括是钱去演员啊我就是走捷径走捷径自己不去呃 研究自己开发自己自己呃设计你什么好的先拿来用先赚到钱再说就是这么简单是啊就就就就就我您讲这自己没有自尊心呢他也没有道德观念反正我拿了只要能挣钱就是一个钳子没有别的所以他不愿意花时间呃包括你的什么火车啊什么东西先来拿啊赚的事情再想试商人这样可以文化人也这样文化人有时候到了无耻到了就直接 抄别人的文章对对改一改还有呢有时候他也懒得去准备把别人说过的话写的文章他看过有印象他不说不去引用别人你看中国的文人文化圈子不引用谁谁谁说过他变成一个我以前说过是对你看你好像你比如说像我就我觉得我还是属于老一代人就是有个羞耻感啊比如说你要说文涛现在帮我们做个节目我如果让人觉得说这节目像谁的 嗯我就有点害臊但是我怎么现在发现业界好像完全觉得就太正常甚至跟那个一样是是夸我表扬说你做的跟青江太阳一样哎呦这下光荣你这这是一种什么廉屈观已经很恶心了已经很恶心了包括那电视剧完全照抄啊这这你书也是照抄对都是抄